好,一開始的時候 前面的… 終點了 雨龍共舞,贏得掉了 忠心未來,埋便透出 看到的就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透出就是飛天劍,埋便… 大家好,來到第二場賽事 五班千二米 這場馬應該會有正常步速 甚至偏快 因為那隻玩斗財星排十三檔 戰神寶排七檔 看看這兩隻馬會怎樣放發 估計都是正常步速 好了,講講一號馬這隻英友好友 來香港跑五次都未接近 Dark Angel的兒子都拍賣馬 能夠出賽都偷笑的了 暑期編班是減了七分 估計只要看他的血統 應該是中距離馬 不特別仔細看 因為看到他試襲也一般的 不肯走 直路移出,大步湧上 但慢時間 這貨集是一般的 這貨集是慢時間的 再看之前,文明之星也不夠跑 應該很有包美 半程佛力,急劇墮退 段鼓都未得住吧 不浪費時間,因為有十場賽事 火箭炮 丁冠龍馬房StarCraft的兒子 跑了五次 最近才跑完場1650位 減了三分 你可以說 馬sir,你經常說 如果他短期內減了兩分 或以上不是落斑 不是轉程 不是有轉配備 或者轉馬房的話 就不用看的 這些都是合理的 你可以說 不是啊 他轉程落斑 減了三分是否要考慮一下 本身也是 其他馬來講 但這隻呢 1000磅不夠的馬 這次是甚麼磅重 而且感覺上這馬完全未適應 所以我想應該比較難 誰跑啊 這次 波件事 先減一下分 好像完全未適應環境 3號馬這隻電信飛彈 如果沒有記錯 剛才是否排行14檔 對了 怎樣都要選他 加了眼罩之後 這馬整馬不同了 這次就沒有眼罩 轉了一個開篷眼罩 給你看多一點東西 可能是潘頓建議的 這隻過1200磅的馬 結構新的 初出那場 賺了內蘭 之後就捱了回來 那場馬輸給哪一隻 有型有款 有型有款 之後再贏馬 對吧 所以賽職上是厲害的 剛剛那場 就沒那麼賺 騎下去不多 看到他回來了 在這裡 不算多 迫近不到翠兒 有型有款 列胡章姐彈掉了他 均速一點 但是這隻馬 這個評分應該可以 可以站得穩的 39分 位置馬來的 但是不會做膽 因為14檔 這次我猜他會流到到包尾 未必出得切 三四重彩能一票 三號馬 戰神寶 這隻馬上季的 如果沒有記載是這場 黃浩南這場 是不是 等等 不是 這場 國能這場 他之前試襲死得好走勢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場戴眼罩 就只是片來片去 驚閃的 他今年重戴眼罩 贏馬這場 是很神奇的 大家可以看看 不知道為什麼 落重飛之餘 是被他減到慢放的 個個都被他減到慢放 赤水神距也不快 赤水神距之後贏馬的 這場賽事很神奇 落重飛 可以在前面慢慢地放 沒有人搞他 所以上場跑了1000米 這隻馬未必夠快 夠快也好 未必到的 1000米 結果被他捱到第二名回來 輸給走紅弓天 走紅弓天是彈掉他的 當然他跑贏一隻勁飛 勝中華精神之後 也有不錯表現的馬 算回這場賽職 不錯的 但是 你現在是說 菊草的形狀來填草跑 我就看低一點 我覺得你如果投注四龍彩 勉強拖回票 因為這些馬是前置 寶貝爾是多少號 是不是4號 我都忘記了 看到他剛剛贏馬 他其實上年跑了1000米直路 都是初出跑得好 又是非常之慢時間 是類似 六班時間來的 五班尾時間 很慢很慢 他來到香港跑得最好 就是1000米直路而已 剛剛贏馬 上季初出也是跑第三 剛剛來香港的時候 有些特別條件賽跑第四 然後也在四班跑過第三 一隻不聰明的馬 而且暫時最聰明都是跑1000米 轉彎路程沒得過 而且沒有打踏 因為這些原因 我真的選不到 也建議不到 好了 金剛石 大家看回他這場第四和第七 其實跑得很陷速地跑近 而他最近期的1400米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可以看到 即是沒有表現 應該這樣說 但上季季尾的時候 這隻馬共滿四班是惡的 是長長都近的 季初那場第四也都是四班 計算評分 計算能力 當然在這組裡是惡的 那 先看看神粗 上次跑完之後 也有兩課快跳 三課快跳 一課拍跳 27、24 正正常常 的命令都是27、24 兩次都是 其實他的功夫和狀態都是足夠的 這次排的什麼檔 十二檔何摘堯 留著少許和你追 不排除第四名 但又是拖腳 不會做膽 果然有 來到香港之後跑十次 只有一個第二名 他過第二名那場 輸給剛才那隻 寶貝爾 輸給寶貝爾 上場就轉了去 谷草跑 跑過千二米 我覺得都不太好 他排十二檔 留到我班尾追不及 是很特別的 那星期二 和方仔喝咖啡 大家在笑 我說 你手馬不太好 他在笑 然後我問 是否位置機會 然後他笑 我說 拖腳 而這隻馬 如果跑得出 前一場水準 應該會贏 剛剛昨天 拍跳了一貨 覺得很特別 狀態 坦白說 他好像還沒摸得透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 Shame Express 跑得長一點 濕地好一點 下線主 Settles Wells 我想1400-1600會 剛剛跑一點 看看之後他跑得如何 但這組馬真的是弱 你給他排了十一檔 是最麻煩的 排了十一檔 看著 十一檔、十二檔 這些都是邊線 然後十三檔 這隻可以在前面賺的馬 十一、十二、十三檔 還有十四檔 因為是電信飛彈 這些沒有什麼 Win上 但是半冷門機會 就排了外檔 你不能不拖 但只能拖腳 我會分開Winplay對象 QT腳 Q膽 四重彩腳 我會這樣分開機會 因為每隻馬 有份出賽都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是 沒有心機聽下去 沒有心機去聽分析 這個頻道是不適合的 但我會逐個逐個說 說了他的評分 怎樣跑 狀態 每一個角度都會分析一下 但這隻馬 我覺得也是試用彩腳 Picnic狂龍 上次跑1400米 其實我都說 這隻馬鹽短 而且蝕音會怎樣 結果真的跑到一個級數 因為他四班上年都跑得近 我一直都覺得 他是一隻 需要跑長一點的馬 當然 暑假減了5分給他 送了一場頭馬給他 所以上場頭馬是平榜員送的 他跑贏情郎拍檔 平山新星 情郎拍檔之後 都能夠再上名 平山新星 好像未出 皮具之星是提升的名字 旅遊威威就退役了 1200米真的嚴短 這隻馬 認真嚴短 排了十代龍蝕音 應該炒不起 這隻 我不是太相信 我覺得他可能跑回谷草 1650米或1800米會好一點 烈胡章姐 前一場贏馬贏得很好 去年五班也贏過馬 那時候是22分 不過之後 一路跑起的狀態 是越跑越好 現在的評分 當然是浪浪的 誰站在這次 彭國年 雷神 雷神 雷神不站他 但我覺得 始終這隻馬 六歲了 這些PPG已經熟了 而看他季內的表現 他好像真是 很聰明 跑三次 他贏完那場表現 真的很厲害 如果能跑回那場 八成半 九成 這場馬 用到彭國年 彭國二檔 應該搜到六七位 不會搜到很後 兜後驚 他可以的 所以我不排除 這隻馬可以贏完 而且我覺得 因為始終彭國年 今年回來 未有的表現 可能會有少許賠率 我選的是行頭 又是薄 又是分頭 我選馬是超賠率 好了 明雨千山 一隻 不是很厲害的馬 去年 在文家梁馬房 專門馬房之後 跑到第二名 再跑到第四 之後 暑期 就減了五分 上次跑千四米 是完全大敗回來的 9月13日 中距離馬 不是那麼短 大敗完之後 10月5日試一貨閘 一直保持位置 變動不大 但在後面很慢的時間回來 沒什麼看到 不知什麼事 好像健康有些問題 因為我記得 之前有課閘 試得不頑 但跑下去是完全沒有表現 千年我也嫌短 我會當去大閘 除了在YouTube 分享賽事拆局分析之外 我亦都有在以下 不同的社交媒體 和大家做互動 如果大家想 聊聊馬仔 和知道馬圈最新的資訊 記得去Facebook找一下 馬幾仙 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平身新星 上年去到四五月的時候 我都說過這隻馬試襲 試得好 是明顯地有些進步生氣 你看到 他其實 上場是追得很厲害 用蔡明蕭 這次不是蔡明蕭 這次也是蔡明蕭 馬防殺手 輸給 氣量好一點的霹靂狂龍 懂得贏馬 和輕綁過他的情郎拍檔 不失禮 回來的勢 他追下去 跑贏皮具之聲之後 都能夠上名 你看到上次跑完之後 最近其他試範貨集 是和起連其升 在重怕試的 我又是不會和大家看的了 按到實一實 基本上當自己快跳 當自己試個雜 試個彈雜 沒有東西看到的 但其實之前的狀態都很好 已經離開了 狀態 我就覺得這樣的 因為這場馬 估計應該有正常的補足 那我就覺得這隻馬 狀態好 到了位了 不知道有沒有雨 等我馬上再看一次 有沒有雨都好 這隻馬都應該幫到手 如果是下雨的話 如果不下雨的話 他都沒有問題 等等 因為好像會有風 打風 原來沒有雨 但怎樣都好 這隻馬我認為 QT可以扔一注 因為上場的追射真的厲害 這隻馬 繼續用蔡明蕭 我估計應該還有十幾倍 贏就難了 但是QT要拖 好 然後 下多幅 不知道多少號碼 泥地先得股 以前一向都是 不會下雨 斷股都應該難 而且他近況一般 26分 再減下分 現在減下分 再減下分 然後 布在場 泥地千二米 便 起快 這個馬房 不是要play 不是要冷門 最重要的是 贏 所以 先減下分 我選不到他 跑草地 難些 玩斗財星 剛剛在谷草 跑到第二名 我有想過選不選這隻馬 但是排了十三檔 我就不太害怕了 因為他應該會全程被人頂在二三碟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始終在谷草 formline 他在田草 還沒得過 在泥地 可能去泥地 OK TigerPron 他兒子 是不是金同特 有沒有記錯 看看 TigerPron 香港不同庫馬 血統簡平 好奇 是金同特 沒有記錯 在紐西蘭的馬 全部都不行 只有八百米歷 這個中 要小心一點 要懂得選 可能因為下線 是因為 Stravinsky 所以他就 會跑泥地 狀態OK 評分 20分應該站得穩 但是 田草難 還要排外檔 如果你看到有個 利前置的偏差 就是第一場 你就 減掉他 如果不然 就真的 很難信任 我最多最多 是建議市容賽 胎票 海傳戰士 來到香港跑12次 全部大敗 只是上季季尾 一場14米 跑得近一點 因為他在前面 賺回來的 剛剛 季內跑兩次 都是輸得很遠 如果這次可以 就拍手獎 16分的馬 看看什麼時候 減掉了0分 我想比較難一點 有氣息 馬完全不適應 還有可能能力不厲害 好了 說到第一後備馬 因為有可能是 補得出的 這隻歐洲新星 我給了他機會 前一次 這隻馬在前面走 可以的 試襲有些能力 有些速度 但是真跑完全沒有能力 所以我想一想 不要了 看看他會不會 在前面搞個補足 好了 可能我講得太快了 但是 都講了13分鐘 所以我盡量 都繼續 重新一下 馬馬 我會選一隻 用了排各年的獵狐章 有一點點覺得 這隻馬排二檔很好跑 而且 沒有了雷神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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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邊線馬方面 其實有很多 因為你看 剛才說了 電信飛彈 金剛石 果然有 還有一隻 十一至十四檔 你分分鐘 那隻 戰神寶 在七檔 可能在前面熬到 而這場馬 最關鍵 就是看戰神寶 和玩偶才星 放得多快 還有會不會有另一隻馬上去搞它 如果正常捕捉的話 對於這隻 果然有 平山新星兩隻後追馬 這兩隻馬 都看到 好像有些斑頂實力的馬 不排除追得厲害 然後再算下去 明顯有斑的金剛石 大排十二檔 這是馬房的第一選擇 加上王牌 好像應該會博卦 電信飛彈也是換配備 也是王牌馬 大排十四檔 這次怎麼跑 拖腳算吧 所以 平山新星果然有 電信飛彈、金剛石 因為各種問題 我都覺得拖腳 如果你是寶貝爾 太飄分 我不建議選擇 戰神寶 可以在前面賺 但又是拖腳 你想想想 沒有東西好選擇 所以我就選了一隻 聶湖章姐 如果要投注上的話 我想我的策略會是 WINPAY 聶湖章姐 拖腳要拖四五隻 就好像比較 不太划算了 所以我就建議這場 聶湖章姐WINPAY 就算了 又是最好忍忍忍的賽事 給個like 記得 如果看完這場的分析 喜歡的話 我一踢過 都十六分鐘 說到沒停過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 請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支持一下 請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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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